我们首页的静态内容呢 我们已经实现完成了 接下来呢 要把我们的一些动态数据 去给它实现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就是我们要从UniCloud里面 云数据库的Article表 把这些内容拿到 然后呢 去渲染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我们需要去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去项目里面 到Cloud Functions下面 我们去建一个云函数 通过云函数呢 调取我们云数据库里面表的内容 然后来填充我们的页面 在Cloud Functions上面 我们右键选择新建云函数 然后我们起一个名字 我们叫get list 然后我们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内容 之前我们已经去实现了一个get label 然后同样的呢 我们把获取数据库的引用 给它复制过来 第一步嘛 我们要去获取一个数据库的引用 这些内容我们先暂时给它删掉 用不到 首先我们先声明一个list 我们等一个abot 使用同步的db.collection 然后呢 去传入我们的一个表明 我们的表明是什么呢 是article 然后我们.get 实际上去获取一下我们的数据表 最后把我们的list呢 retend出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们在get list上面呢 我们右键上传并运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后的一个结果 成功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内容 打印到我们的控制台了 那么这一成片的内容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找一下回到我们的字段 这里呢 有一个content content是我们的文章的内容 其实我们在列表里边 并不需要我们去返回文章的内容 那么怎么做呢 在我们的get之前呢 去点上一个field field呢 可以去指定返回的一个字段 它接收的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把content去写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值 值是什么force force这就说明我们要去过滤掉content 不让它在我们的数据里面返回 然后处呢 就表示值返回content 注意我们这里是写处还是force 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写一下 处的话呢 表示值返回这个字段 force呢 表示不返回 然后呢 我们来右键 我们上传并运行 看一下结果 我们轻功一下控制台 运行成功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呢 现在就没有文章的内容显示出来了 只把我们每一条一些字段返回在这里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呢 去抛给我们的客户端 只需要在retend的时候 去把我们想要返回客户端的内容写在这里 同样我们给它一个200的code 然后message呢 我们给它一个请求成功 数据请求成功 然后去返回一个data data是什么呢 就是list list返回的一个data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获取到数据表的内容 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然后我们右键上传部署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写完我们的云函数之后 一定要去上传部署 这样的话我们的客户端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云函数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有一个apm 需要在list里面去写云函数对应的apm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get list 同样的 我们这里也去返回我们的get list 下面是上节课 我们去测试用的 不要给它删掉就行 然后实际的去调用一下 看一看我们的内容能不能丢用成功 我们在什么地方丢用呢 再折叠一下 我们在contents下面的list里面 需要在这里 丢用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message下面呢 去给它声明一个get list 然后says.dollarapi 点上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get list 我们声明的一个api 然后我们呢去点证 去接收一个返回值 然后我们来输出一下 ris 看一下我们的ris是啥 然后我们需要去调用一下get list 这里丢了一个t 补上 这里呢 我们写一个create 大家记住啊 我们的声明周期 unload呢 只能页面里面写 create呢 是在我们组件中的一个声明周期 在组件里是不能用unload的 这点同学们应该要知道 然后我们去调用我们的get list 我们直接在create里边 this.get list 然后我们去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刷新一下 这样可以看到 我们打印出了好多的数据 这就是我们实际 从文章的表里面去获取的这些数据 数据获取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数据去丢给 去实际显示内容的这个组件 是谁呢 是我们的list item 怎么做呢 给它一个list 然后等于一个list 这个list 我们要去给它声明一下 在我们data里面 给它一个空数组 之后呢 我们要去给它复值 可以拿到我们res的返回值 需要什么内容呢 我们需要data下面的一个内容 需要这个内容 那我们就去 把这个内容拿到 是我们的data data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 然后让我们的this list 等于data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 数据表返回的内容呢 再把list呢 复值给我们的组件 我们再去接收list的这个值 接收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 写一个 dxport default 然后profs 我们接收一个list list呢 我们去给它指明一个type type是一个什么值 我们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然后default一个什么呢 default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retain一个空数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list 拿到list之后 我们再去这里 把我们的list car 去循环一下 我们v-for 等于一个什么呢 item 都号 index 印上我们的list 然后我们去给它写一个k k呢 我们就用item的id就写 是一个-id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的内容没有显示出来 看一下是为什么没有显示 因为我们list这里呢 我没有保存 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room 刷新线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已经成功显示出来了 但是只是说把我们具体有几条数据 给显示到页面里面来的 但是我们的实际内容呢 还是没有去发生变化的 去把我们的内容给它改一下 那么就是需要把list card 去给它传一个值 我们传个什么呢 item就等于一个item 这里呢 我们index没有用到 我们给它删掉就可以 先把它去掉 回到我们的一个list card里面 在这里呢 我们要去声明一个item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type type呢 这里是一个 应该是接收object 我们list card里边 只是接收每一条的数据嘛 所以我们是一个对象 它不是数组 千万不要搞错 然后default呢 去给它一个空对象就可以 然后再去把我们的值呢 去给它写到一个对应的位置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模式 模式我们看返回到哪个字段 在这里把我们返回的字段打开 都看一下都有什么内容 首先呢 看这里一个mod mod呢 我们直接从这里去就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下面啊 我们往下翻 probs里面的mod呢 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把它干掉 那么使用谁呢 使用item 我们直接item.mod 然后下面同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都给它复制过来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页面 我们看一下 它已经去刷新一个 正常的显示模式了 再去把我们的title 给它写上 title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有一个title的字段 我们去对应在什么位置呢 title是在这里呢 那我们直接去item.title 然后再去把我们的一个图片 给它声明上 图片是什么呢 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cover 这是我们的图片 图片的话 其实我们在基础的模式下呢 只需要一张 所以有cover里面 我们只取一个 下标是零 只取一个就行 我们item.cover 然后下标 我们取它一个零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分类 在这里 分类呢 我们item.谁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分类 会给我们返回一个class 然后我们把分类呢 放在这里 这里会有一个浏览 浏览呢 我们看一下 浏览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浏览人数 同样的去把它复制过来 我们只需要呢 把前面的数字 我们替换掉就行 后面的文字呢 我们不动 item.浏览 浏览人数 现在我们保存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二个 是一个基础内容 已经渲染出一个正确的样式了 那么我们去把其他的一些模式呢 内容我们去给它改成正确的 然后我们回到下面的一个多图模式 首先要把我们的tetle给它改掉 item.title 然后这里呢 是有三张图片 三张图片的话 我们就用item.cover 图片src呢 就是item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 我们这里只有三张图 所以其余多出来的 就不去给它显示了 只显示前三张 所以这里需要加一个条件判断 我们加个if if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index index这里没写 我们要去声明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下标 它是要小于三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展示012 所以我们小于三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展示三张图片 下面的一个分类标签 item.class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同样最后有一个浏览 浏览呢 我们也给它去写上 让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多图模式正不正常 可以看到呢 我们多图模式已经显示正常了 最后呢 写我们的一个大图的模式 大图模式呢 同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一个正确的内容 抄下来就可以 大图也是只显示一张图片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 cover0就可以 直取第一张 我们的分类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浏览人数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内容 可以看到呢 好 我们的内容也就显示正确了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就已经请求过来了 这里会给我们有些报错 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的k重复了 k有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需要去解决一下 我回到我们的一个多图模式 把我们的k呢 给改成index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的报错就消失了 但是会有几个图片的报错 是403 就是我们也没有访问这个图片的权限 我们暂时就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 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展示到我们的一个页面里面 我们的一个页面里面